各位乡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非常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民意频道 民意论坛这个节目 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的是一个 每一个人即将都会经历过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那现在政府正在推动一个热灵学习 也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 那怎么样去享受热灵的人生 我们跟大家探讨 那我想有一个顺口溜跟大家分享 人生的舞台里面 零岁出场 十岁开始成长 二十岁徘徊在情场 三十岁基本定向 四十岁拼命打闯 五十岁回头望望 六十岁告老还乡 七十岁戳戳麻将 八十岁晒晒太阳 九十岁躺在床上 一百挂在墙上 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整个一个年龄层的一个写照 那我想我们看到了 目前我们台湾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状况 好像是 勺子化之后 零岁不出场 好像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担心的 看到的零岁不出场 也看到的告老还乡 我们的老年社会慢慢的成形 也是老年人越来越多 勺子化跟我们的一个高龄社会已经来临了 那在这样一个高龄社会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年轻人可能背负的一个责任可能更大 所以在进入老年社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到2025年 我们的老人总人口人数可能达到百分之二十 很可怕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政府该不该重视这个区块 那重视这个区块 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兵法族 他从他的生活来做起 能够帮他的食 住 户 行 娱乐 六大的一个面向都去照顾到呢 那我们长者退休生活怎么去把关 让我们退休后的第二个人生 能够再组一个美梦 让他很安 很快乐的生活在晚年 在创造一个未来的人生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双心家庭 这家庭里面都是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 为了经济再打拼都要工作 所以整个家庭照顾老年人的年轻人 会越来越少 那这些怎么办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老年人 我们这个年龄层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们的长者能不能做到更好的照顾 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些老人能够活到老 学到老 能够享受这个人生呢 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我们在谈论这个主题之前 先请各位观众朋友来看一段新闻影片 各乡镇为了照顾长辈都有开车热铃中心 而为了避免老人家坐车劳顿 也会派老师到社区上课 日前新庄社区就有热铃班 让社区长辈不用花费车层时间 去到南开热铃中心 在社区也能上到课程 大家来这里 大家老人家 没有大家外出在看电视 没有聊嘛 来这里人类人 大家比较活泼 老人家比较活泼 有幸福 带一些好像 这么安全 还有那个照片集团 你说有时候有的都会忘记了 你如果说老师又提醒一下 这样感觉就会更安全 此次的课程讲解交通安全为主题 老师也设计许多丰富的内容 有歌谣的带动唱 画图等等 但课程不再只是单纯的理论讲解 而这些都可以让长辈懂人加深印象 也让课程更活泼 交通规则呢 如果说用讲的条例 什么这样讲 老人家可能听过就没记住了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唱歌的方式 来融入交通安全的该注意的事项 所以老人家可以透过唱歌 来记住这些规则 那唱歌呢 也是一种音乐的疗法 他们可以编唱很快乐 又可以拍拍手啊 所以无形中呢 增加了记忆力 也提升了他们的快乐感 六龄课程适合65岁长辈前往学习 一元廖只有也鼓励待在家中的长辈 能多利用时间前往学习 除了学习更多的知识 还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让自我的心境也能更开阔 我也希望说 因为这个 有些我们这里 大哥哥大姐姐 没方便乘那些逛的路程 去到南部 我们特别 李老师特别又在新庄这边 我们在新政的社区 也来开拍到这个乐林班 也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 这些长辈 我们的大哥大姐 能够就近来这边做学习 目前新庄乐林班已经结束 而双东 平岭 南浦社区的乐林班 还有持续上课 有兴趣的长辈 欢迎前往学习 让自我的退休生活 过得更多才多知 美业新闻 赵博军 草图长报道 从刚才的新闻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 当今我们在台湾的整个一个社会里面 看到老年人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政府正在推动这些乐林生活 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实到每一个角落 让我们的长辈们能够照顾得更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今天要跟各位来探讨 也非常高兴请到四位贵宾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座团 在民意机关的部分能够提供一些意见 来给行政单位做一个参考 能够来照顾老人 那站在我们有社区自己正在做这样一个乐林生活的部分 我们来听听他们觉得老人照顾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哪些政府可以再去做改进 能够改善的一个地方 能够更加长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来听听几位贵宾的意见 那要探讨之前先来介绍今天四位贵宾 首先第一位是积极水里鱼池信义选出来的议员 陈昭玉 陈议员 欢迎你 主持人 一位贵宾以及电视机前的相亲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议员陈昭玉 谢谢陈议员 陈议员其实在还没有当议员开始就很热心的在这个区块在做了很多 那当了议员以后做得更多 包括一个弱势的家庭包括老人这个乐林生活的部分也就是琢磨非常多 那在议会在问证的时候也提了很多的看法 待会很多问题来请教一下陈议员 接着要介绍是国姓福里这两个相认选出来的议员 邱美玉 邱议员 欢迎你 主持人还有我们各位嘉宾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谢谢 邱议员虽然是第一届的新任的议员 但是我们经过两次的定期会 在定期会里面也提出了很多关于照顾老人的这些福利 也非常的能够提出一些看法 待会请教我们邱议员 接着要介绍是我们南投县政府教育处社会教育科科长陈秋雅 陈科长欢迎你 主持人还有与会的各位嘉宾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谢谢 感谢陈科长 因为陈科长是主办我们乐林学习这个区块 所以特别请陈科长来 接着要介绍是我们竹山镇富州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杨丽娜 杨理事长欢迎你 陈秘书长还有陈议员 邱议员还有陈科长 这位大家好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 感谢我们的理事长 其实理事长是请他来是最贴切的 是希望说他自己就是在社区里面 已经经营在这区块很多的状况会更了解 所以我们特别请您来 首先我想先请陈科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现在南投县的一个长辈 就是我们老人的部分大概有多少 那我们在这个乐林学习上面我们到底推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南投县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整个总人口大概515,996人 这截至到统计到104年的5月为止的一个人口数字 但是呢65岁以上的一个人口呢是有74,719人 那等于说他占我们整个南投县的一个老年人口 占我们南投县的人口比率达到14.5% 所以这已经是达到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一个高领社会 那依据整个台湾整个社会的县市来看 我们南投县的一个老年人口的比例 应该是排在我们整个县市排名是属于第三的 所以我们的老年人口的比例确实是相当的高 那现在就是我们对这些老人我们县政府大概有做了哪些的照顾的部分 以我们教育处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整个教育部也发现到整个老年人口老化情形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在教育部2006年的时候 在我们的迈向高领社会教育的政策白皮书中里面呢 就把我们的老人的一个教育的施行呢 视为我们的全民教育 所以呢他也揭示了一个四大愿景 也就是终身学习健康快乐自主尊严 还有社会参与这样子 那也责成我们相关的一个各县市政府 要我们各县市政府在各厢正式呢 设立我们一个乐领学习中心 那也希望在一个乐领学习场所的一个真正 能够提高提供我们所有老龄者 多元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场域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 让我们在55岁以及64岁中间的一个中高领的 族群能够透过学习 然后能够落实在地学习在地老化 然后进而活跃老化这样子来营散我们所有的高领友善的这样学习的氛围 这是教育部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们以南图县来讲 我们目前在13个乡镇当中也成立了11个乐领中心 目前以104年度来讲 我们仅有我们的水里区还有我们的仁爱乡 这两个乡镇没有乐领学习中心 那我们所有目前13个乡镇里面已经有11个乡镇 都有设立我们的乐领学习中心 来提供我们在地老人学习的这样一个场所 是 谢谢 感谢陈科长跟大家做的报告 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说在教育处这边在乐领学习这个区块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让我们观众朋友先了解一下 先制造一下 所以接下来请教陈议员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营法族这个族群来讲 其实暗藏的危机我们看 因为14% 有那些高的比例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暗藏危机里面去预防 然后让我们的营法族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第二个人生呢 您的看法 因为我们这个高龄者几乎都是退休 多半都是在家 所以我当务之急 是那个居家的环境的一个改善 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家很多 而且我们台湾的家 在那些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以外 现在也是都有老顶老板 就是所谓以后占后了 民国差不多六十多年经济起飞后了 所谓的所谓的换处 但是因为应该没有那种关键 没有那种无障碍空间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常常会去拔兜啦 我相信丘营跟我一样 像是黏险 你要看 你如果去问 看老大人怎么过往的 你都说就去拔兜啦 几乎这个比例占的是相当的一个高 所以说十一住行里面 我觉得这个住 住跟行这方面 要怎么样降低他们的一个障碍的空间 这一点是当务之急 所以丘营您看来就是说 他的生活暗藏的危机里面 其实住跟行的部分是一个最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一不注意 可能就是 反正老人家就是这样子 他不能跌倒 一跌倒就可能其他的毛病又跟着来了 对整个来讲就是一个会非常危险 这个区块 邱延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你觉得现在目前我们老人 这个淫法族的一个生活危机里面有哪些 除了住跟行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只要是老人家 他们都会想说 年轻人没在家就有青菜 所以在饮食方面 可能他也没有去注意 所以也会造成疾病 一些慢性病的衍生 那还有就是再来就是死药的危机 这也是蛮严重的 因为老年人他大部分都是 不用慢性的药方 那所以他们可能在记忆上 有点衰退还是说怎么样 可能这个也都会有问题 所以我在想现在我们看到的 现在淫法族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从食衣住行里面我们都会去担忧到说 他的安衡危机我们又没有办法做 所以不能让他的脑筋退化 不能让他老化 所以有了乐领学习是希望他能活到老 学到老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在政府的推动 加上地方的配合 还有我们家庭的加入 我想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的达到那个效果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淫法族的每一个长辈们能够活到老 学到老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马上继续讨论 不要离开 马上回来 对这种厚面的程度 到了 你可以用他�的 然后 啊 所以 咱们